中華白在瓊斯杯的第二站就要遭遇重大考驗 面對完整國家隊陣容參賽的韓國 台灣小將毫無巨色 剛開賽藍洋小跑車賴庭恩就展現速度 快攻上籃先下一程 可惜一心想打快卻造成反效果 中華白開賽不到五分鐘就發生五次失誤 給予對手不少反撲機會 加上禁區方面 以純本土應戰的中華白 面對規劃球員羅建俄確實力有未來 韓國一路領先達到力量位數 不過中華白在第二節仍有亮點 曾祥君這次禁區持球大的過絕 強行切入夜處雙手爆扣 強力灌籃也帶動另一位隊友參與進攻 吳永勝不管在外圍或中距離都有所建樹 幫助中華白半場打完 經以二十五比三射七分落後 而且下半場中華白再接再厲 這波防守曾祥君傷給金鐘葵火鍋 讓韓國直安最高薪球員吃鞭 林廷謙還趁戲反快攻得手 打出氣勢的中華白一路把路後縮小到四分差 眼看中華小將來勢洶洩 韓國這時在打出王牌 那就是羅建俄 這位今年度KBL外籍MVP 頻頻近驅逞生 幫助韓國再度把領先逐步擴大 近驅打開也讓外圍射手有更多揮灑空間 韓國狙擊手就是李大成 他在第四節頻頻開炮 綠綠用三分球中挫中華白士氣 李大成全場標進六顆三分球 攻下全場最高二十三分 搭配羅建兒也有十五分 十三籃板演出 中場韓國就是用六十六比六十 擊敗中華白收下二連勝 環境新聞綜合報導 在這次公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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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 谢谢大家